慧池于次年上峨眉山,上山后见半山游几处碑矮茅棚,最同山僧一起择地建安,地址就是现在的万年寺。 那时,肃供菩萨神像取名普贤寺,峨眉山为普贤道场之说,即由此而生。 进入豹国寺第一个大殿里供奉的,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彩绘尼勒菩萨了,他也被称为未来佛。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是豹国寺进来的第二殿,大雄是佛经中说的伟大伟雄的意思。 殿里供奉佛主释迦牟尼今生,采释座连相。 释迦牟尼是西元前六世纪后期,印度加皮罗魏国释迦部落晋犯王的儿子,俗称乔达摩,名西达多。 由于那时社会的动荡,和人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,和烦恼引起了西达多的深思,因而出家修行,寻求解脱。 经过六年苦行,尝尽千辛万苦,最后又经过七天七夜的禅思禁律,终于彻悟大绝,成了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。 佛说学佛之人要报四恩,父母恩,师长恩,国主恩,众生恩,所以报国四的名字也是取自报国主恩之意。 最尊就是伟陀将军,被朝山门面对大雄宝殿,伟陀是佛造的护法神。 大雄宝殿最早是明代时期建造,所以看整个大殿,不管是门外的走廊、柱子、宫等等,都是典型的明清时代风格。 在这明代的大雄宝殿里,正宗供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。 登上时节便是报国寺第三殿,七佛殿了。 七佛殿就是因为里面有七尊,清代独特工艺制作的佛像而闻名,所以叫做七佛宝殿。 近两千年的佛教发展历程,给峨眉山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,造就了许多高僧大德, 使峨眉山逐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影响甚深的佛教圣地。 全山共有寺庙近三十座,其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报国寺就是峨眉山著名的八大寺庙之一。 而峨眉山僧然为大兴佛士弘扬佛教,塑造了许多佛像,配置了很多法器,其中有的已成为全国之罪,西式之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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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